救護車緊急將患者送往醫院 幸好他已經逐漸恢復意識 這名60歲男性上救護車前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打雨球突然 他們是表示說沒有呼吸心跳 在中心接洽的時候 他已經有在線上做一些指導 叫他們去做CPR 然後去找最近的AED 然後來做搶救 患者急救後 恢復意識 他自述有糖尿病高血壓病史 平常打雨球沒有過不適症狀 沒料到自己竟然會突然昏迷休克 如果本身就不是很肩框 有動脈周狀硬化的時候 就容易在冬天 引發一些梗塞性的一個問題 包含腦梗塞或是心肌梗塞 醫師表示冬季氣溫低 室內外溫差大 運動前要做好暖身 也不要太過勉強 有不舒服立刻休息 或進一步就醫檢查 大愛新聞張國丹 廖學信 台中報導